我想了解一下我們三位來賓 在這一波比較大震盪的時候 甚至發生比較大回檔的時候 你們是什麼操作的 這個陳老師 因為你是領現金融跟股息的 你每一次都會在某個時間點 大量進貨 這一次你怎麼做 你的思考邏輯是什麼 好 謝謝主持人 其實我們可能做股票久了 我最主要是存股為主 存股為主 那重點就是領股利 領股利所以說我今年 其實台灣有一些還不錯的 就是高股息的ETF 對 不過因為台灣的產業以電子為主 所以說你看你比如說你買0056 大概有七成以上是電子產業 包括0050也是 因為台灣就是電子產業為主 那我自己因為我在本身 我自己在台灣我覺得 一些電子股票 所以我還是選擇做一些分散 所以說我去買 今年買的就是這一支 因為他是在二月的時候 才上市的 他掛牌的時候 我IPO買200張 最後再來就是二月的時候 他農曆春節後 我就粉絲團有貼 每天買五張買到四月底 大概就買了500張左右 重點還是零股利 中國最近股市下跌有影響嗎 可是我們如果要零股息的 OK 其實便利反而是這樣 質地都會上來 所以有時候你要用不同的思考 當然你如果要做價差 價差我們會希望是比較少 價差的人可能解碼 你是零股息的反而加碼 零股息反而是希望股價下來 所以說他便利 那我就 因為他最主要 還是分散到一些什麼金融 能源跟地產這方面的 他最主要他的成分股 這三個產業 以我自己來講 存股為主 所以說他剛上市 我就給他買 重點還是說 他稅上面 對我來講稅上面有一些優勢 因為他60%的成分股 算海外所得 所以說在零股利的時候 我可以省一下60%左右的 那個所得稅 只有40%算國內所得 以我自己來講 我買的我可能就是放很久 像我之前買中信什麼都放很久 你都多久交易一次啊 你平常 沒有這個買的 可能就會放著零股利 都零股利 零股利就不錯 因為他我剛講說 他稅務上有他的優勢 所以我是基本上 我不會急著把它出脫 OK 好那陳老師 先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你萬機的時候 你買ETF是什麼買的 ETF我們分 其實ETF我們要這樣分 第一個就是市值型的 就是說他成分股的權重 是用市值做排行榜的 所以說你看像我們剛剛講到了 台積電就是市值權重最大的 0050裡面 那台積電最近休息 所以說你看0050就受到影響 所以說你買ETF 你要看那個他的成分股的權重 最近聯發科又在好像 從山上下來了 所以說你如果ETF裡面 聯發科權重也是會受傷 權重比較高也是會受傷 權重比較高也是會受傷 然後這個第一個 就用市值來做權重 最大的就是台積電 再來就是用 殖利率來做權重 像比如說0056來講 他是用那個畢估殖利率嘛 那0056你可以看到他 他那個成分股的權重 就比較平均了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到 其實你看他前五大成分股 都是電子股 因為台灣畢竟還是以電子為主 電子當然好的時候是很好 可是你看這一陣子電子休息的時候 你會不會受傷 會啊 所以說你看我剛剛秀的 我二月跟三月 我買的就是買什麼財力 你買金融的 意思就是說 你去分散 你買個股去分配 因為ETF大部分都是電子股 對 所以說你還是要做一下 產業各方面的分散 佈局 我的建議是這樣 那現在總之你會 還是很有機率建議大家 ETF這樣每個月每個月這樣買嗎 ETF你要買的話 其實我們為什麼每天買 每個月買定期定格 那個重點就是取一個數學平均值 因為我們 其實投資股票好幾種 你如果說像施工這麼厲害 像分析師這麼厲害 你做加差當然是可以 但是我一直強調 沒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最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所以說你要了解你自己適合哪一種 但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大多數的投資人來講 你還是比較適合做怎樣 存股 你就在低本利比高值利率 但是你要挑 重點還是要挑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台泥亞 你是不是像台灣的龍頭企業 中心也是啊 你看預熱車過去 貨率有沒有穩定 你說50跟56 這個都是很不錯的 但你就挑這種比較簡單 至於那種什麼 航海王鋼鐵的話 那你真的 你功力要夠 功力要夠 你如果說功力不夠 我們還是 就請你還是保守一點會比較好 就是每個月每個月這樣 定期定額買 定期定額買 重點是買一個平均值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 預測股價的未來 你買一個平均值 如果說像這種 但是也不是說 每支股票 你都可以定期定額買 你說現在你要去買 航海王再定期定額 你可能第三季以後 你要 這個也是要小心 但是這種比較 基歐龍頭股就是獲利很穩定的 不然就5056這一種的 比如00881 878這一種的 原型的ETF 你要定期定額 我是贊成 就不是說跌更多買更多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你要定期定額 我們講的 定期定額 我們講的可能是3年5年 你不要跟我講說 三個禮拜三個月 你這樣太短 這要講清楚 三年五年 就定期定額買了五次說 我定期定額 怎麼還沒有漲 結果後面沒有錢扣 我自己存股票 存了十幾二十年 我中信金都報超過十年了 OK 所以這個要 剛剛說要自己去審視 其實我覺得這很好檢查 你去看看 到目前為止你是賺還是賠 你心情好 跟心情不好的時候 哪個比較局對 如果老師在賠錢 常常都覺得心情不好 那可能就走ETF路線 比較適合你 但是還有一個前提 你要扣可以扣三年左右 不要扣三次五次就停下來 你還是沒有辦法做定期定額 好 那這個塞公 你在這一個股市大跌的時候 你會建議大家怎麼操作呢 這個時候還可以再去領股息嗎 其實還是一樣 我很贊成我們成交組的講法 那我其實呢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要做存股 你會買ETF嗎不會 我會買ETF 你也會買 ETF 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其實真的要買ETF 我是建議大家去買原型ETF 0050、0056這種原型的 就買0050 對 其他的一大堆都不用看了 其實我覺得有的 其實呢這個 發行人可能都搞不清楚 他自己在賣什麼東西 有會這樣嗎 確實要搞不清楚 名字太多了是不是 我講一個真實的案例 那個以前下市的石油正二 對 他們自己裡面的人都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我不騙你 這也太誇張了吧 對 當然發行的人知道了 買的人會搞成這回事 買的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買的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發行的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它那個是連結到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大的誤會 對它連結到期貨去 大家不知道期貨呢 它每個月它進值會減少的 大家都不知道這回事 所以還是要買0050、0056這種原型的 而且呢你一定要 剛才我講過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說你如果要做存股的話 你就做個長期的 千萬不要做個什麼 就是三個月五個月的 就想說我來賺錢了 那不可能是錢 然後呢還有一個心理準備 再次的強調 要有崩盤的心理準備 你今天講第三遍了耶 對 因為一定會發生的嘛 像我這輩子 我碰到幾次崩盤了 大概最少五次以上了 一定會發生 但已經腳步接近了嗎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嚇死我了 就是你要 如果說存股 你要存個10年20年 一定會碰到 對不對 很可能是 所有存股非常厲害的人 都是在低檔的時候 甚至股賽是勇敢在家 有子彈的人 沒錯 就可以笑到最後 沒錯 ETF 文恩今天有推薦 你很少講ETF 真的耶 看一下你推薦什麼 沒有這應該是 那個人家報給我的 哈哈 沒有啦 因為我還是建議大家 在這一段呢 其實在整個傳統產業類股 操作難度真的很簡單 不要放棄喔 我再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操作難度很簡單 你就是閉著買啊 閉眼睛買啊 好我知道大家一個訣竅 閉眼睛買 就買這個是不是 這個的話是ETF 那在傳統產業類股的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訣竅 你想看喔 上個禮拜一到禮拜三 其實台北股市 一口氣跌了1000點 我請問大家 鋼鐵有沒有跌 有 可是你仔細看喔 在那下跌的過程當中 投信跟外資 還是連續站在買方 甚至連八大關股都在買 所以說跟著 投信外資還有八大關股的籌碼 準沒錯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航海完來到這麼樣的高 你就看 只要投信沒有落跑之前 還是會漲喔 那單純就ETF的夜水角度的話 我則是比較 好像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我選擇是國外的商品喔 我選擇第一個選00646 元大S&P500 那可能很多人看到 S&P500說小事 這都美國公司錯喔 在S&P500它所代表的是 來自於整個美國跟歐洲 全球最重要的500大企業 它全部幫你篩選好了 那麼更重要的重點 那剛剛永遠老師也說 應該有機會崩盤 我也覺得有機會崩盤 所以說我這投資組 還蠻相怨的喔 我後面是買了0067B 元大美國債券 為什麼台灣ETF這麼多 連債券都有 那麼債券 它的一個所謂好處 就是說它給你一個固定的收益 等於說呢 假設好了 假設呢 這個全世界股市真的往下殺盤 那麼造成了一個 S&P500下跌 可是問題呢 我卻有一個美國債券 美國債券幫我做一個有效的保護 讓我得到一個固定的配息 至少我不會因為股市的崩盤 沒有錢去吃肉跟麵吧 沒有錢吃滷肉飯吧 我光拿S&P債券的一個所謂債券的話 我至少還在基本生活還維持下去 所以說這個投資組合的話 我建議比較適合認為說 目前在17000台北股市好高喔 好高喔 可是問題又想賺錢的投資朋友 可以分享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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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